42層樓的高度 步行至尼亞加拉瀑布 临近Fallsville賭場 适合家庭旅行或情侶約會 完善的設施 美麗的瀑布景色 美酒 小吃 美食 尽在Embassy Suites By Hilton Nagrafoss 地址就在 6700 Fallsville Boulevard Nagrafoss 電話905-356-3600 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第一環節的市場回顧 今天是星期五 首先回顧一下 今個星期各大指數的升跌幅度 今個星期各大指數的升跌 幾乎都是歐洲方面的消息控制住 以往大家關注的是希臘 今個星期意大利 也成為了大家關注的焦點 除了星期三的股票市場 因為當日意大利10年期的債券利率超過了7厘 令到市場大跌389點 其餘四天 北美國大指數都有上升 今個星期 多倫多指數做得最差 跌了131點 或1.06% 美國方面除了這個納指之外 其他指數都是處於幾個正數位置 全年來講 道指依然都是領先 數字錄得正4.98 多倫多指數依然都是做得最差 數字錄得-8.68 同時交通指數亦都錄得負數 今個星期來講 我認為很詫異 道指可以帶回正數 因為星期三下跌了390點 你看到兩股大勢力竟然鬥 基金經理一有機會 就盡量將市場托高 尤其是今天小人上班 這樣就更加容易將市場托高 所以今個星期 就導致起1.42%,即170點 你看到這個標譜仍然都起了0.85 沒有道指這麼多 因為道指只有30隻成份股 變了比較容易推動 至於納指 大家解釋 今個星期仍然跌0.28% 一隻股票帶動到 即是蘋果 如果你看到多倫多 因為那些資源股仍然受壓力 所以今個星期仍然跌131.1.06 至於全年來講 你看到道指已經起了差不多5% 那標譜就起了0.49% 就是半個% 現在由現在到年尾 其實只有一個半月 它真正貸易的時間 只有一個月左右 那些基金經理 托得多少就托多少 它就盡量不會讓市場下 但是記住 歐洲那份隨時有突發事件會發生 令到它未必會做得到它想做的事情 我們現在看看它兩邊的勢力是怎樣 納指都差不多就起回到正數 就是起了1% 在多倫多跌了8.68% 我們要看看 未來的一個多月時間 金啊 油啊 上不上升啊 如果它上升 就希望多倫多都可以上回到正數 其實說什麼動作多倫多的指數 也都不是太困難的 因為多倫多有幾個大的礦股 和銀行股 在動作那幾個股票 所以多倫多便會臨起8-9% 也都異如反掌的事 是的 其實大家很關注 和很擔心的都是歐洲方面的消息 投資者一直都在尋找 可以救助歐洲的資金 之前歐盟的計劃就表示 會將這個歐洲的金融穩定基金 EFSF擴大4-5倍 目標的更額是1萬億歐羅 而且還為這個購買的投資者 提供第一損失保障 換句話說 就是說 想加強投資者的信心 就算有什麼問題發生 都有類似保險這樣的賠償 但是1萬億歐羅夠不夠到歐洲呢 我自從他大概那10天前宣佈了這個出來 我現在經過市場慢慢分析 和聽到這些支柱馬跡 我發覺這1萬億就得過說 整個計劃多數應該是腹死胎中的 腹死胎中 我說你是沒用的 我解釋個理由是為什麼呢 因為你歐洲那方面 你原本的救援計劃 是4400億歐羅 4400億歐羅 他買了2萬9千億來穩定了美國經濟 你可以說量化寬鬆第二次是不是必須的 OK fine 你把2萬9千億降到2萬1至2萬2千億美金 美國的經濟都要少2萬1至2萬2千億才能穩定 你歐洲不會比美國好多的 就是告訴我們歐洲真正需要穩定它 但是要大約1萬4至1萬5億歐羅 現在問題是你說1萬億而已 對嗎 少了一半 少了一半 根本呢 1萬億你都不知道它怎麼用 對啦 那自從他agree了這個方案之後 就記不記得這個歐洲的ESFF的財長 那個總裁就去了北京要求這個 問這個 喂怎麼幫助 中國方面一句聲都不出 跟著呢 G20開會那裡 沒有一個國家站出來支撐它 那問題呢 原來這個ESFF是怎麼用 為什麼那些人不肯買它呢 現在你所說出來是怎樣呢 你的國家如果你發行這類的債券 來保障來應付自己的開支的呢 你這個ESFF呢 只是如果有什麼冬瓜豆腐要賠呢 只是賠兩成而已 即是如果你發行一萬元 一萬元的你失去的 你只是賠二千元 其他八千不能賠的了 那這個賠呢 只是賠本也不是賠息的了 那你問啊 如果我是買債券的人 我的目的是想安全有保障的嘛 你告訴我 你壞了 你賠兩成給我 我買你來做什麼 那你變了 對我們來講呢 變了這個 變了你要買 要賣一萬億這麼多的債券 歐羅的債券 那個機會大不大 好死 是好味的 那變了你已經不夠 又賣不到這麼多了 第二個問題了 那他這個ESFF的財長 見完北京回來呢 然後回來再報告 給那個法國和這個德國 德國那邊聽的嘛 他被一聽到整個呆了 所以見到這個禮拜 我們聽到法國的總理 就說什麼呢 歐洲的經濟 是too speed 兩個速度 就是好的 有它的繼續增長 不好的 就複死胎中 就是告訴我們 就是法國德國已經是告訴他們 搞不定了 這個歐洲的共同市場 一定要解體的了 不過它又不能出聲 你一出聲 那市場就再倒楣了 所以這個變了 這些消息傳了出來 其實歐洲那方面 德國的法國已經不太肯出手來救了 第三樣了 我記得兩天前 看到昨天 好像S&P就宣布 搞錯了 要降低這個法國的評級 法國 法國就很生氣 這些哪有搞錯 其實這個世界哪有搞錯的事情 而S&P不是想想降低 你法國的三條A的評級 它不會提出這些事情 讓你市場心理有準備的了 其實在歐洲 真正值得三條A的國家 就是德國和挪威 因為挪威有產有 其他的國家 英國、法國 那些隨時應該有很大機會 被人降低評級 是的 其實關於怎樣救歐洲這個問題 是一個很長的話題 我們先去一會兒廣告 回來之後我們再繼續討論 待會見 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第二環節的 《古今宗愛》 剛才Nelson都說過 美國有問題 白藍克出來說 我們可以扔錢出來解決 但是歐洲最慘 就是沒有一個人願意揹起這件事 沒錯 其實歐洲這個這麼大的問題 對於金融市場的影響 可能是很大、很軟的 是的 沒錯 所以為什麼現在市場的環境是變了 好像今個禮拜三 現在看到布尼斯科尼不肯下台 你見到意大利的利息 現在跌倒到7.48% 嚇到全世界的股票大卸 現在問題是 意大利那裡 你都不知道 雖然選了一個新的總統出來的 那個叫Mario Monte上台 但是問題是 你怎麼知道其他黨派會不會支持他 或者有什麼阻攔 或者希臘那裡 會不會有其他問題 或者法國會被人降低評級 很多事情會發生 你不計西班牙、葡萄牙的 那麼多東西出來 變了現在歐洲那裡 好像是計時炸彈 好像是計時炸彈 如果你看到股票市場 今天起得這麼好 昨天起得這麼好 兩回事 其實你好像什麼 我請你吃包心 試肚吃飯 旁邊放一個計時炸彈 在那裡 那你吃得安不安樂 現在的市場環境就是這樣 現在我就很害怕 就是怎樣 隨時這個計時炸彈會爆 一爆起來 就不會說 慢慢的利息上 不是可能 啪一聲兩天之內 利息一針針兩三個percent 那時候你就搞不定了 這個世界金融又出現問題 是相當嚴重 是不可以忽視的 這個是未來的幾個月 大家絕對留意的問題 所以你說 你投資股票市場的 OK 我就知道技術性上 那些年底股市多數做好 基金經理想托市 但你不知道歐洲那邊是會怎樣的 所以大家要盡量小心 小心 小心 是啊 那我們再看看這個 下個星期有什麼市場的焦點 星期二會公佈這個 十月份的生產者物價指數 紐約州的製造業指數 星期三會有這個 十月份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十月份的工廠生產量 以及星期四的一個 初領失業救濟金人數 十一月份的費城製造業指數 以及星期五的十月領先指數 業績方面 業績方面 禮拜一沒有 禮拜二有Dell Computer 以及Walmart 禮拜三有Target 以及加拿大的Loblos 禮拜四有DollarTree 就是廉價市場 是這幾間值得留意 還有一件事 就是現在 最近這幾個禮拜 市場相當留意公司業績 第三季業績 一完結 市場的焦點又回到經濟方面 回到經濟就大件事 因為經濟多數是壞的多於好 變成市場 不多不少都會有些壓力 是的 昨天我們都說過 這個股金中外的節目 因為這個節目調動的關係 會暫停播出 Nelson在這個節目 都跟大家講股票 講市場講了兩年 相信很多觀眾 由不懂股票 到慢慢了解股票 由了解股票 到慢慢很深入地去分析 Nelson 有沒有什麼事 跟支持了你這麼久的觀眾說 其實我自己做這個節目 我都學了很多 為甚麼呢 有時我看很多東西 我自己心裡很多東西 在這個節目上 講給大家聽 也不是一個容易的事 為甚麼呢 例如有一件事 你可以講到二十至三十分鐘 那二三十分鐘 怎麼濃縮到它大概 大概是分半鐘 再由分半鐘縮到四句 是一個相當困難的事 我記得我初初做這個節目的時候 我最大被人說是甚麼呢 看錯鏡頭 應該看這個鏡頭 就看了第二個 搞得自己看錯了 第三樣最大問題是怎樣 老可能想太多東西 講了一半 就不記得下一句是甚麼 經過這兩年的訓練 我自己都習慣了很多 但是因為這個 因為有些節目調動的問題 我暫時就不能夠在這個節目 和大家見面 但是昨晚有好幾位觀眾 也都寫電郵給我 說很希望我可以盡快地回來 Daniel Eddie 和今天這個Lisa 我都很多謝 但是我呢 我呢 就是我自己 有人問我 你有沒有出這個newsletter 因為我時間問題 我就沒有時間 做這些這樣的事 但是你 這個電視有我自己的電郵 email address nelson.leang.canlacot.com 如果有甚麼你們需要 他們可以隨時可以傳個電郵給我 我絕對樂意 答你們的問題 雖然我不是在電台見面 但是我不會和大家 繼續有聯絡的 是的 那nelson做了這麼久的節目 包括我和很多觀眾都受益良多 特別是nelson 很深入淺出的 這樣介紹很多比較難明的 這個財經的概念 相信很多觀眾都學到不少東西了 謝謝 如果大家有甚麼問題的話 就記住 傳個email給nelson 這個email address 就在這個螢幕的右下方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都差不多了 拜拜 那就跟大家說拜拜了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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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